夜晚的外灘景色是上海最吸引人的景观 原本白天喧闹的湿容在夜色的笼罩之下呢 造就五光十色的灯火 让外灘摇身一变成为风情万种的娇媚女郎 每到夜晚时分映入眼中的美景 掳获每一位旅客的心 相信有来过上海外灘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在我身后的这个和平大饭店 有非常多的观光客 常常会在这边拍照 留念 但是呢 大家平时顶多走进它的大堂 应该不知道它里面的故事吧 今天我就要带着大家进去探索 和平饭店是由南楼与北楼的两栋建筑所构成的 不论是地点 典雅的外观跟奢华的装饰 都是当时的建筑典范 华老师 您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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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来到和平饭店 您可以帮我解说一下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场景 有建筑吗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和平饭店的大厅 是 我们看一下我们比较漂亮的这个八角形的裙顶 饭店的八角形穹顶带给旅客清新自然的感受 和平饭店的话是1929年建成的 是 所以从29年算起的话到今年正好93年 哇 已经非常有历史了 建成北欲为是远东第一楼 那这张照片呢就是从外滩这边拍摄出来的 跟今天我们从外滩角度来拍摄的画面是一样的 是 整座大楼的话呈现出来的立体垂直线条特别的突出 是 整栋大楼的话它的设计风格呢 是用到30年代非常流行的Art Deco的一个设计风格 在上海的话 整座建筑呢是可以跟纽约帝国大厦 克莱斯勒大厦 罗克菲勒大厦一起相媲美的 和平饭店一直是上海的城市名片 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厅的话 它是一个自然采光的 所以我们走进来之后呢有一种自然光线 你有没有感受到 有的 而且我刚才这边呢 其实看到非常多游客在那边打卡哦 对对对 那现在映入在我们眼前的就是 是一个鸽子 2019年对 2019年和平饭店迎来90岁生日庆典的时候 是 请当代的艺术家用琉璃材质打造的一支和平鸽 哦 好特别 这支鸽子的那个造型呢是依据毕加索 在50年代送给世界和平大会的时候 是 手绘的和平鸽为原型来做的一个设计 哦 是 所以说我们饭店也是在1956年那会改名叫和平饭店的 哦 原来还有经过改名的这个阶段 对 它最早的时候呢1929年建造好以后是叫华帽饭店 哦 是 这座具有传奇色彩的老饭店还有一项特别的事迹 数十年以来呢有40多部电影在此地取景拍摄 可以说这儿的每个角落都有很多故事能诉说呢 这个就是我带您看到的很多宾客前来打卡的地点 您看一下非常对称的楼梯 哦 是 对 也是刚才电影《拼风者》的取景地 哦 原来是在这边 除了电影《爵士乐》也是饭店特色 您看到的这些就是那老爷们每天演奏的乐器 哦 是 老年爵士乐队呢它是1980年成立的 是 所以在饭店里面演奏了近40年 接待过无数的一些名人正要 有哪些呢 对 像美国前总统 克林顿 巴马等等非常多的一些名人正要 哇 对 这支老年爵士乐队呢也屡创记录 这边还有一张世界吉尼斯记录 哦 有 看到了 这个是老爷爷在2005年获得的世界吉尼斯记录 是 当时的平均年龄是75周岁 哇 年纪这么大 对 今年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高达83岁 哇 非常的崇荣 每天晚上在和平饭店的爵士酒吧 对宾客混上怀旧的经典的爵士乐曲 哇 听上去就是一般的享受呢 期待大家的过来哦 是 是 有机会您一定要亲自来这边体验一下 在饭店的展览室当中 展示饭店建成至今的所有岁月 不论是餐具或菜单都见证上海的发展历史 这个我更喜欢了 这一套是2019年的时候呢 是 我们饭店里面举办了盛大的国宴 所以这边呢是当天国宴时用到的餐具 所以您看一下 因为在上海呢 我们这边设计了上海市的试花 及上海的特色建筑 石库门的建筑 看这些银制的餐具象征富贵 这边呢呢是五十年代起打造的银制餐具 所以这边呢是距离我们有七十多年了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到现在 天哪 哇 非常久远 最上方的这张菜单呢 是一九三二年圣诞节的菜单 我们还保留着 哇 看上去就已经很有设计感了 对 我给您看一下这边 还有一张比较特殊的菜单 它是手写的菜单 手写的 对 您看一下 是一九九八年海峡两岸的和平会谈 汪姑会谈的一份菜单 等一会儿呢我会带您去看一下 汪姑会谈的地址 在和平饭店的八楼和平厅 哇 听上去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们赶快过去看一看 和平饭店有供宴会跟婚礼食用的和平厅 龙凤厅 龙凤厅 龙凤厅是高档的中餐厅 主持人您抬头看一下我们的天花板 天花板上还保留着龙凤城祥 是 蝙蝠祥云图案 所以整间餐厅的话得名龙凤厅 哇 原来名字是这样来的 往上一看呢你就可以找到答案 哇 整个感觉其实让我之下非常的高贵 对 可是又非常有中国风 对 整个餐厅的话面像黄浦江的 是 视野呢也是非常开阔的 非常多的宾客呢在这边 就是一边吃饭 是 一边用餐一边享受美景 是 饭店当中处处充满着优雅气息 张老师我们现在走在这里 是要通往哪呢 接下来呢我带您去参观一下 和平饭店里面的比较神秘的一个地方 哦 比较神秘的地方 那今天就要来探索一下啦 好的 到了 哦 主持 我请您先感受一下我们的地板 哦 您跳一下 哦 这个地板 好像是跳舞会的 对 这个地板呢就是从一九二九年 保留到现在的 是 百分目的弹簧地板 哦 哇 踩上去真的感觉不一样 对 这个厅呢也曾经是三十年代 整个饭店的舞厅 所以各式各样的化妆派对呢 都在整个餐厅举行的 很多的新人呢喜欢在这边举办婚礼 是 感觉在这里举办婚礼呢 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对 因为呢你可以仿佛走进电影里面 而且像皇宫一样的 是 我个人非常喜欢 以后的婚礼就搬在这了 好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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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刚才呢我们在博物馆的话 您还记得我跟您展示过 汪姑会坛的一张菜单吗 有的 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一九九八年 海峡两岸汪姑会坛的所在地 和平饭店的和平厅 哦 原来就是在这里 哇 今天走在这边真的很开心 平时呢我们只会到大堂啊 这些从来不知道原来楼上 还有一个这么美的地方 对 对 对 今天体验到真的是非常值得 九间明文侠尔的九国套房 则展现出饭店的国际事业 好的 主持人我带您去参观一下 我们的中国套房 哇 好期待哦 赶快进去看看 一进来呢就感受到满满的中国味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这里房间的每一个细节 都非常非常的中国的味道 像中间的天花板 被您发现了 对 我刚刚进去看 有个好大身的龙 对 龙的话就是从1929年 就设计出来的 是 早期的话 29年饭店建造好之后 那就设计了九个国家风格的套房 是 分别是中英美 法日裔 德印西 九个国家风格 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个 就是中国的 中国套房 是 这间房间的话 您看一下也是正对着黄浦江的 我们也是可以看到 黄浦江的风景 是 是不是在这里面 感觉应该非常地舒服 而且也非常地开心 张老师 那这间房间是什么呢 这间房间呢就是法式套房 想一想都非常的浪漫 我们进去看一下 好啊 整个室内的一个空间的话 给大家营造一种 白色系浪漫的一种感觉 是 仿佛置身于法国 没错 可以看得出来 刚刚那个就是非常经典的中国风 对 这个呢就相对地洋派了很多 对 就像您看一下 我们的墙角线上的一个金色的钩边 是 以及吊灯上面的一个金色的一些花纹 这些都是从1929年保留至今的 对 都已经非常久人了 对 所以90多年来呢 我们很多的一些套房呢 接待过非常多的一些名人 像这间房间的话 曾经接待过法国著名的隐姓 苏菲马索 2012年的时候呢 彭于晏先生也住在我们这间房间里边 彭于晏来过 对 他来过 那我也要来过了 这些房间都是古兴融合的味道 整间卧室的话 墙纸 壁纸都用到的是法式的 大马仕格的一个图案 是 你看一下这盏灯也是非常的 有浪漫气息 是 而且非常有艺术感 对 我们这间房间呢 目前呢很受欢迎 就是很多的新婚夫妇 对 在我们饭店里举办婚礼呢 会将它作为婚房 是 看上去呢 确实非常的浪漫 对 有这种法国的情怀 外滩的黄浦江景色 是和平饭店的最大亮点 这里可以远眺整个的黄浦江景致 张老师 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是哪呢 这边呢 是我们平时不对外的屋顶露台 它所在的位置呢 是酒店的第十一层 所以平时一般客人是上不来的 对的 所以在这边的话 您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我们 标志性的绿色的尖顶 整个绿色的尖顶的话 是用铜皮瓦棱材质制作而成 是 19米的高度 占据整栋大楼四分之一的高度 哦 对 不过近距离看呢 真的跟在下面看 有不一样的感觉 对 近距离呢 感觉更壮观了 对 它是整个外滩建筑博览群当中 唯一有颜色的一栋建筑 是 看上去这边大家颜色都一样 只有它最不一样 对 晚上灯光秀你有看过吗 看过 对 整个灯光秀的话 我们饭店里面是最受瞩目的 绿颜色的 就像祖母绿一样的 是 最夺眼球的那个 走进和平饭店 就能够穿梭上海的百年情节